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雕塑大家应该不陌生 像什么冰雕石雕木雕 都是在平常的物品上雕刻 那您听说过在布上做雕塑的吗 今天我们的节目主人公刘欣 就是澳大利亚非常有名的一位布雕家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他是如何在这个布上做雕塑的 记者见到刘欣的时候 他正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家中 用高速缝纫机缝制一款荷花图案的布雕 这个地方叫嗓子 越大的嗓子 这不是你就画的幅度就越自由吗 就我一慢了 幀数就慢 我快了 幀数就快 所以我就可以随便的把笔画来画去的 是做所有布雕过程中最来劲的一部分 压线就是最来劲的一部分 刘欣说 所谓布雕就是用线把棉布和棉续里外三层压出错落有致的图案 制作出一种软浮雕的效果 这是他前不久刚刚完成的一幅作品 其中傲然挺立的荷花荷叶和波光淋漓的水波纹都是用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 布砸的地方它就起来了 砸的地方就下去了 然后就变成 你看这个背景本来是一块布 但是呢我就想象中这是荷花荷塘的那种水的那种细的水波纹挺近的 就这样信手就做出来了 有了前面的这幅作品 刘欣在缝制这幅荷花图时更加加清就熟 她不用先打草稿 随便用缝纫机画一画 一条条荷花的叶子的脉络就呼之欲出了 刘欣告诉我们 布雕源起于西方 由百纳布而来 最早的记载可见于公元14世纪之前 在没有这样高速缝纫机的几百年前 布雕完全是靠人手工缝纫而成 一根针游走于两三米长宽的布面 常常会因刺破手指留下血迹 因此布雕也被称为血的艺术 刘欣纪年58岁 学习布雕已经有20年时间 在刚开始的时候 她每缝一针就被扎一下手 久而久之 手指差点被扎成了筛子 咱们过去不是就是这么缝吗 缝完以后太多针数了 推不动针了 你要用一个硬东西把针推过去 针就会一下就穿透了 你就必须要扎着自己的手来顶上去 扎上大概连续扎五天 你会发现这些地方就裂个口子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你那个手总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你就必须要休息 等那个伤口长好了以后 再开始扎 我的手就变成灰色了 刘欣忍受不了这样的疼痛 她四处去买顶针 却为此遭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嘲笑 很多老师就批评怕疼的人是娇气 别人都觉得疼 但别人就觉得这就是你 你要喜欢手工 不要那你就得忍痛 刘欣就觉得非要找出个办法来 刘欣不甘心失败 她花费了两三年时间改良了一个顶针 把顶针上的针眼加深加大 能死死地把针卡在里面 所以我就不再用两手捏针 我就没有手疼了 我就可以用这个针的眼的墙壁来移动针 我就不用再往下压针 我不压针而移动针的时候呢 我就不用再用手望回推针了 2003年 刘欣用这种方法缝纫了一幅希望鸟 全图由28只凤凰构成 每一只凤凰的轮廓和周围的格子图案都非常细腻 他把这幅作品寄到了休斯顿国际布雕节锦标赛参赛 作为会收到这幅作品时吃惊不已 他们不相信 人手缝纫可以达到这样均匀如一的效果 我可以用更细更长的针来压 我就等于可以不停的 而不是要压三针 然后拉线 然后再来压三针 我一次可以压12针以上的时候 我的速度就变快了 国际上在一英寸的距离内缝16针 就这么密 均匀的16针 这16针只是数着在上面能看到的针角 这就是国际最惊喜的 它不可能再想吧 凭借这幅作品 刘欣一举多得 休斯顿国际布雕节锦标赛 手工压线一等奖 澳大利亚新州州际布雕竞赛 最佳手工压线奖 和西澳州际布雕竞赛一等奖 美国专门的布雕电视节目 也邀请她介绍她发明的 《无痛压线法》 刘欣的名字在布雕行业传开 人们把她称为了顶真夫人 在《压线计法》上取得成就后 刘欣开始向其他布雕方法进军 2004年 她缝制了一幅孔雀图 整个作品有五层构成 最下面的是彩色花布 然后是黑色的孔雀主体 在上面是无彩的羽毛 和装饰用的珠宝 整个作品珠光宝气 孔雀栩栩如生 体现了刘欣细密过人的贴布机呢 我这么细的杆子 这么一个边 实际上把毛边都翻下去了 这是没有毛边的 这个你想想这下面 能有多少地方能够承载你这个毛边呢 你看我翻到这一边的时候 可能并不是很难 这边还没缝呢 很长的话 我打开以后我把毛边搅了 就说并不是显示技能 但是当我把这边翻进去 你就什么都不能打开的时候 你的技能就比较就需要很高 因为你要是翻得不好的话 这么窄 你那个毛边就都脱毛了 你就做不成了 刘欣趁热打铁 在孔雀图后又创作了一幅树图 图中 一千六百多片小叶子围绕大树 每一片都只有指甲盖大小 是用十几针固定在底部上的 我一开始设计的话 实际上设计了有十二只澳大利亚的不同的鸟 结果呢 我真做起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那个手染的布就是这么嚼 这么嚼 我就让颜色开始从绿变成红了 就在那儿玩颜色 我自己玩得那么专心啊 等到我做好了以后 发现没地方放鸟了 就算了 然后整个看起来的又特别挺优雅的 我就管他 这部作品的命名呢 就是风中探戈 这样在细枝末节上做贴布技能 刘欣又相继获得了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手工贴布一等奖 日本横滨国际布雕艺术州竞赛金奖 维多利亚州州际比赛威形布雕一等奖 最佳配色奖 最佳设计奖等众多奖项 刘欣在布雕行业家喻户晓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他与布雕的结缘 只源于以此偶然的机遇 刘欣1957年出生在北京 父母都在军事科学院工作 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绘画和做手工 1994年他辞掉了原本全国人大外事局的工作 来到悉尼麦考瑞大学进修国际关系专业 却意外地在一次闲逛中发现了一本不雕的书 当初写论文特别难 那个没词 就是也不会用英文想问题啊 所以经常需要看大量的参考书来找点思路啊 找点词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去找那个参考书 我看到这个这上面摆着一本书 这本书摆的呢 就写的是quilting 我当时都不认识这个字 我说什么叫quilting啊 我还以为是quiting 最近的词就是quiting是退却的意思 我当时想怎么一本书挺漂亮的那个图 怎么是个要quiting我就拿起来看了 一打开以后全部都是各种特别漂亮的图案啊 我一下就特喜欢 自此以后 刘欣对布调的喜爱就一发不可收拾 他找来很多零碎布头在家研制图案 还经常和周围的邻居们切磋 这就是西方比较传统的用就像咱们摆纳衣 这样子用的就是一般的碎布 西方人在家里面整天就是搞这些东西 1996年 刘欣获得了麦考瑞大学的国际关系硕士 1998年他结了婚 他的丈夫Kiss是一位澳大利亚人 十分支持他做布调的工作 刘欣发现 每当他创作布调的时候 总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新想法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从1998年开始 他在澳大利亚美国都开设了布雕课 2012年他把这门记忆带回了中国 2015年1月18日 记得来到他刚刚布置好的布雕中国艺术中心 他正在给学生们传授一门新发明的技能 MING PAO TORONTO 我经常放进去的时候呢 想办法把它推上去 放高一点以后 拿手轻轻的就这么一挤 就正合适 只要我手摸不着了 那不就正好把那个折缝 跟上面的那个齿轮 齿那个连在一起了吗 刘欣新发明的这项工具 名叫针脚规 用两个压好尺的板子夹住布 即使是从未拿过针的学生 也能一下子缝出均匀的针脚 刘欣打算在2015年的3月8日 发起一个提议 用这样的方法召集9000名中国人 缝制一幅长城的图案 图案被分成9000个小方格 每人只要缝制一个方格 这幅作品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每当刘欣有了新的想法 她的丈夫总是第一个 站出来鼓励她 尽管不像女孩那样 天生爱针线 Case还是一丝不苟的 向刘欣学起针脚规的使用来 刘欣和Case有一个女儿 闲暇的时候 三个人会在一起做一顿可口的饭菜 刘欣说 是家人的支持 让她在布雕的创作中越走越远 在未来 她会缝制更多更精美的作品 让更多人看到线与布的美丽 听说她的作品 全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反应 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 想做就去做 才是最快乐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